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涉嫌非禮和窥淫正被扣留调查 警方早前接获四个女人报案 说在元朗、大鱼山、南等四个地点 怀疑被一个男人性侵和偷窥 行政长官李嘉彻说 不能接受和容忍违法行为 教育大学发生的怀疑强奸和偷窥案 消息说发生在7月下旬 一个男学生在红十字会主办的联校营身刑 涉嫌强奸一个18岁的女生身 疑犯上个礼拜日 参与教大摄影学会和机电学会联办的营身刑 趁一个大学三年级女学生 淋浴的时候闯入女浴室 打开她的浴簾之后离开 教大学生事务长许景辉 向全校师生发电邮 说校方高度重视事件 正是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 强调大学绝不容许任何违法 和违反校规行为 若查明指控属实 将会按既定程序启动程初 绝不姑息 港大护理系型身型也有女生 怀疑被20岁的男人非礼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不能容忍这些违法行为 大学生是将来我们社会期望他们会贡献 发挥力量的动良 所有人都对他们有期望 所以他们应该在自己行为方面做好的 如果是有违法行为 更加是难以接受 他又说学校都有责任维持学生纪律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另外对于有报道说 发现网上流传片段 涉及领南大学 有宿舍的营生营活动 怀疑有意识不良活动 例如两个男学生失问等等 令大话已经就事件调查 如果发现学生出现违规行为 将会交给学生纪律委员会处理 并且呼吁受情绪困扰的学生 联络学生事务署安排辅导 评计会主席朱敏健说 强烈关注不同大学型身形 涉嫌发生性骚扰事件 认为有关行为 可能违反性别歧视条例下 关于性骚扰的条文 即是对另一人作出任何不受欢迎 以涉及性格行为 合理地会感到受无份 亦都包括对个别人士 制造在性方面 具敌意或者威吓性的环境 呼吁受到或者目击性骚扰的学生 不要啞隐 尽快向学校 评机会 和执法部门作出投诉 评机会亦都呼吁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接受反性骚扰培训 坚尼地城一个外用 昨天拖着三只狗搭车的时候发生意外 一只狗突然冲出大堂 车车门上升 车起狗带将它垃死 有工程师说 遇到类似的情况 应该立即放开狗带 被垃死的狗放在大厦大堂 尸体用布覆盖 涉事的外用早早近10点 放狗回坚尼地城 碑露炸街住所 警方说 它当时拖着三只狗进入升级 其中碎几的一只突然冲回大堂 外用牵拉不及 升级继续关门上升 并且扯起狗带 狗当场死亡 外用手捕亦都受伤 送院自理 狗主接到消息之后 赶回来 情绪激动 有工程师就说 一般狗席只得2到3毫米厚 电梯关门的时候 安全装饰未必感应到 电梯会继续上升 狗主应该立即松开手上的狗带 有动物行为导师认为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放狗的时候应该留意周围环境对狗的刺激 香港的环境是人多车多 动物去到这些环境的时候 其实它很容易受到外间的刺激 如有一些车声 人的突然声大叫 或者是突然那些人关车门 很多时候狗狗对电梯都很敏感 因为准备出街或者回家 门门一开 他们都喜欢飙进去 我都提醒狗主 如果我们等着门的时候 就可以请狗仔做一些简单的重联集 找狗仔最终注意力在狗主身上 他又建议一人带一只狗会比较理想 亦都尽量用胸带 不要用颈带 可以避免牵引的时候令狗过度紧张 无线电视机者刘维尔报导 警方和入境处昨天在尖沙咀素黄 带走最少6个涉嫌违反逗留条件的女人 现场消息说被带回警处的女人 其中4个人是日直 2个人来自内地 警方和入境处人员昨晚采取行动 分别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店房 和金马伦道一个单位 发现有人涉嫌违反逗留条件 涉案6个女人正被扣查 警方稍后会交代详细案情 明报社评 新药在本港注册使用 现需符合双重认证要求 特区政府正研究修改相关的制度 新药只需要取得一个监管机构认证 都可以有条件注册使用 本港生物医药的研究水平高 有能力致行把关新药注册 即使双重认证改为单一认证 只要有本地的专家参与审批 就不成问题 当局还可以以此为基础 长远设立药物监管机构 致行审批药品注册 中央暗暗办部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生物医药可以是其中一环 两地的医药科研合作 尚有不少障碍 生物样本和敏感的数据 未能轻易过河 需要尽快拆墙松绑 大公报社评 国家法改委负责人昨日说 编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过程中始终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 坚持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 协同发展 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 香港特区要找紧机遇 用好中央的支持 尽快制定落实方案 和深圳协同发展 争取数日实现突破 欢迎收看中华略映 新疆有冰川守护者 在全国最大的现代冰川区 驻守20年 一起听一下它的故事 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全国最大的现代冰川区 亦都是世界八大山谷冰川之一 有509条冰川 总面积2746平方公里 比整个奇连山冰川更大两倍 冰雪储量3500亿立方米 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冰川军测站 有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 20年来在这里野外军测研究 因为冰川内它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 冰内的排水 冰内储水的量和排水的通道 这个结构都会有每年或者说有几年 都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那么它存在的一个规律是什么 实际上到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所以我想继续把它坐下去 他在科奇赫尔冰川的野外观测 每年由4月底至10月中旬 观测站距离城区约80公里 平时来回一次 要駕越野车5个多钟 为了方便工作 他要改装另一辆车出行 他独守观测站20年 平时唯一见到的就是周边牧民 由于站内安装淨水器 牧民都会来拿水 无线电视记者陈雨桥报道 北京一些老年社区会堂 近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帮衬 为什么呢 一起了解一下 北京这间社区食堂 这一天埃曼提供多款晚餐菜式选择 有不少年轻的客人 一周会来吃三次或者四次这样 我不会做饭 一般的话父母做饭 如果父母出事有事的话 可能就煮点方便面凑合一下 有社区食堂说 最初定位是做老年配套服务 但是近年多了年轻的客人 由21年下半年去到22年 大约三四成的顾客 是30到45岁左右 从菜品的制作上边 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盐 但是那会儿我们又推出了 一看年轻人比较多 然后我们又在菜品上 也适当地加一点辣的麻的 当然也更多的要迎合 能到店里的老年人 无论服务对象是长者 亦或年轻人 顾客都是希望吃到 干净健康的饭菜 好多小馆 它那个菜并不是太干净 也不是特别好吃 油还大 经常吃外卖的话 就吃快餐 然后就所以我就平时 单位组织体检什么的 就是血脂什么的 现在也有点高 所以现在也比较注重D&D值 现在一些老年社区食堂吃一餐 只是需要十几到二十几元人民币 最便宜的甚至不用十元 无线电视记者 凤卿汇报导 湖北武汉旧汉阳树公园 北远近日正式开放 而一棵五百多年的古树 维核心景区 一起感受一下这棵古树的魅力 这棵五百四十几岁古银杏树 位于汉阳树公园 北远东部靠北的位置 以前的话 它是有一个围墙 然后围在里面 然后周边的整个城市 界面的话 老房子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现在的话 整个做了这个改造之后的话 它就直接可以做 开放式的这样一个体验 除了突出古树的生态美 历史美 当局在古树保育方面 也都花了不少心思 第一个就是在地市上面 这个周边所谓的建筑 都是必须为古树人路 第二个就是在专业上面 古树比如说它跟人士一样有生命 也防止这种病状害到它侵蚀 或者是一个既旦恶劣天气 到它有一个神怀 当局都在公园周边 打造文化商业步行街区 展现汉阳古城千年历史文化 和城市更新的融合和再造 无线电视机者李泽浩报道 这次中华绿景报道完 早晨 欢迎收睇《开市打击》 昨晚国际油价去到九个月的高位 担心着通胀再升温 美国债息和美汇指数上升 就拖累着美股表现 美股昨天三大指数都要向下 至于我们港股方面 今天都继续要低开 今天再低开51点 看看现在最新市况 最新就跌幅略为扩大一点点 跌57点 报在18,398点 各项分类指数普遍要向下 是公用指数轻微靠稳 总成交超过26亿多 期指情况 9月跌66点 10月跌44点 总成交超过6000张 最活跃港股造价 排头为友邦要向下跌1% 落到68.7水平 另外第二三位科技股 阿里巴巴腾讯 两只股价齐齐都偏远 腾讯最新报在326.8 阿里巴巴做在92.05元 比亚迪靠稳升近1.8 做在249.4 至于安踏要跌超过1% 看6至10位 新奴能源 昨天去到超过5年低位之后 今天还未止跌 再次要向下偏远跌2.5元 华润置地 最新跌超过2% 美团偏远跌6毫 萌牛都上榜 最新跌2.5元 26.5水平 至于港交所跌1.8 恒生科技指数报4156点 跌36点 看下石油股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就延长事愿额外减少原油供应3个月 见着昨晚 伦敦旗游升穿每桶90美元 去到超过9个月的高位 有分析就看好 说未来伦敦旗游有望 可以上网去到每桶100美元的水平 见着今天的石油股 就普遍跟着油价向上 中海油更升到1% 做在13.86元 中石油都升到1% 往外 现价在5.92元 至于中石化偏远跌1仙 做4.6毫半 上石化油幅最新股价没有起跌 受到6毫1水平 上海石油化工 就股价靠稳升1仙 做在1.13元 再看其他内访相关股 中国新城镇出售沈阳的子公司 买方说因为融资困难无法理约 见着中国新城镇 最新股价没有什么变动 做在6,200水平 看着融创中国 上个月合同销售 按年跌6.1元 不过见着股价继续延续 昨天升势 再升跌近1.6元 见价在1.13元 曼科按月的销售额上升2% 股价最新偏远跌4仙 跌至9.6元 融资中国上个月销售额按年跌6成 股价最新向下跌0.5% 做在1.89元 雅居落预售额按年跌5成 股价暂时没有变动 报在9.8元 再看车股 今天个别发展 先看长城汽车 上个月销量按年增长2成9 股价最新靠稳升8仙 做在9.51元 另外车股也要看蔚来 最新年同小鹏理想3个 齐齐1% 旺外跌幅 蔚来最新报在84.2元 小鹏汽车现价73元 理想汽车现价155.6元 比亚迪股价靠稳升1.8 做在249.4元 可以留意行业消息 德国大众汽车就说 已经在中国市场提供临时折扣 强调就不会和其他车企在中国打价格战 再看其他的焦点股份 看金锋科技 计划分拆机建设备Risk在深圳上市 集资超过8亿8千万人民币 股价最新没有变动 跌在4.13元 至于新劳能源 昨天就去到超过5年低位之后 花旗反而调高了佩序评级 调高去到买入 但见着股价还没止跌 最新再跌1% 落回到54.9元 据报纸今 五矿资源和中国铝业 都进入了非洲一个价值20亿美元的铜矿 第二轮竞标 不见着三只股价最新都要向下 至今跌1毫 做在12.8毫半 五矿资源跌幅到超过1% 落回到2.6毫半水平 中国铝业跌幅超过2% 见价4.23元 再看其他的股份 据报腾讯开始小范围 来测试一些消费金融产品 最新股价偏远跌1.6 小米可见着股价 今天股价靠稳 正升6先 做在11.66元 可以补充大行看法 有劝商 农仁国际建议沽售小米 目标价暂时11元 亦比现价更低 至于葵程 上季的业绩就好过市场预期 不过昨天港股方面跌了超过7% 表现最差蓝筹 今晚美股也要跌超过半成 近一年以来最大跌幅 见着今日股价还未止跌 再跌超过1% 落到300元以下 花旗就说主要是获利回吐所致 见着股价仍然要向下 另外看多借二栋股 华邦科技折扬大约1.4元 不过反而股价有得升 最新升近5.8元 上到4.6元 至于协同协合新能源 上个月发电 按年跌一成 股价暂时暴在6.4元 水平 河士大激体对导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晨 阿联淑宜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中国愿意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密切合作 促进和平 习近平昨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李慈 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人者爱人 己所不辱 密施于人等思想 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容相通 面对新冠疫情 中国不单止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且开展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中方愿意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密切合作 为促进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斯波利亚李慈说 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与国际人道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回来本港 继港大护理学系迎身刑之后 教育大学的迎身刑也发生怀疑性侵事件 警方在大嶼山北 抓了一个28岁性严的男人 涉嫌非礼和规人 正被扣留调查 警方早前收到四个女人报案 或在元朗大嶼山南等四个地点 怀疑被一个男人性侵或偷窥 行政长官李家肖说 不能接受和容忍违法行为 教育大学发生的怀疑强奸和偷窥案 消息说发生在7月下旬 一个男学生在红十字会主办的联校迎身营 涉嫌强奸一个18岁的女生生 疑犯上个礼拜日 参与较大摄影学会和基电学会联办的迎身营 趁一个大学三年级女学生淋浴的时候闯入女浴室 打开她的浴簾之后离开 教大学生事务长许景辉向全校私生发电邮 说校方高度重视事件 正是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 强调大学绝不容许任何违法和违反校规行为 若查明指控属实 将会按既定程序启动程处 绝不顾息 港大护理系迎身营也有女生怀疑被20岁的男人非礼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不能容忍这些违法行为 大学生是将来我们社会期望他们会贡献 发挥力量的动良来的 所有人都对他们有期望 所以他们应该在自己行为方面做好的 如果是有违法行为更加是难以接受 他又说学校都有责任维持学生纪律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给到 成大展出第二期圆明院文物 包括全套十二生肖受手雕塑 官方希望透过展出国保 推广圆明院历史文化 和教育公众保育文物估值 子鼠 丑教 人虎 茅兔 十二生肖受手雕塑 按时尚顺序排列 还原在圆明院海岸堂喷泉的真品设置 都是游影星成龙 捐赠给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现在在成大搬戈展览馆展出 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十二生肖受手同胀 每日按时尚轮流喷水布市 但是在英法联军焚委圆明院之后 流失海外超过一百年 至今有七个被寻回 其中四专包括虎手 猪手 牛手 和猴手真品 七八月已经在第一期展览展出 官方希望给市民近距离欣赏工艺 进而了解背后的技术、文化和历史 当时水如何是由提水装置 是一个低水位提到高水位产生的水压 而喷水何时按时去开关的原理呢 是透过一个北宋的水运 而可以去解释 而清朝也能够接触很多西方的机械市中 透过很多的互动方程 让观众能够明白到 我们如何去保护原明院 这个重要的遗迹 而战争带来的祸患 观众可以如何去切身 去了解 去保育 去传承这个重要的原明院 整个那么重要的文物 这个古迹 市民看完展品 还可以用这部AR装置 和原明院授手拍照 再掃描二维码 下载张照片留念 展览馆也和香港艺术馆 和中大文物馆等合作 借来双周 春秋战国 两项时期 近30件国宝级青铜礼器 和多件清代法郎彩池等等 展览为期3个月 到11月底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香港演员周润发将获班 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亚洲电影人掌 掌项系表扬为推动亚洲电影 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 亚洲电影工作者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鸿工 恭贺周润发 说他演技征扎 披露中环 在香港以致在国际取得盛名 并成功进军荷里活 奠定他在国际影坛的位置 政府将会继续 和香港电影发展局 为业界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明波波道 日后经济下滑 但是马会总台转额仍然创新高 马会昨日公布 2022-23财政年度业职 总投注额合共近3,048亿 创了最高纪录 去年年底世界杯贡献部分增幅 足球博彩投注额 按年增加超过9% 去到接近1,569亿 受投注额带动 博彩税、利得税、奖券基金撥款 和慈善捐款合共近359亿 亦创历史新高 东方日报波道 政府去年8月14日起 展开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领导的 跨部门小组 早前声称成效显著 和清洁行动会持续 然以相关计划至今超过一年 部分黑点去已复返 又再满布杂物和遍地处遇 松鼠横行 由于替港府眼眉 有立法院议员近日尝试土瓜环区卫生黑点 发现暗角后行不单止没有改善 更加是变本加厉 理工大学专上学院港师陈伟强批评 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只是雷声大雨点少 结果被人感觉是造租 又说现时患指标仍然高企 直言是不合格 需要向负责官员问责 有时一站 转头会有另一节新闻